警方找上門穿著雨衣的男子乖乖掏出皮夾 從裡面拿出一條鏡項鍊 疑問才發現鏡項鍊竟然是偷來的 男子也知道瞞不住了乖乖承認 只是他在搶劫完還不畏風雨 騎著腳踏車在馬路狂飆兩公里 原來他跑到一處廟壇躲遇 看到行動不變的婦人竟然是動手搶劫 回想當時婦人嚇壞了 根本來不及反應 項鍊還被扯到斷扯兩階 原來台南26號傍晚下大雨 中性男子在保安路的騎樓躲雨時 看到旁邊80多歲的秋姓婦人 脖子上戴著金項鍊 男子因為缺錢買毒心生膽戀 竟然是動手搶劫搶扯項鍊 婦人兒子到場立刻報警 男子也已經騎著單車逃逸 但逃不過警方 在他身上找出價值約1萬多元的金項鍊 莊男據了解原本家境富裕 但因為接觸毒品後 導致生活相當的淒慘 中性男子自稱30年前是當地養殖水產大亨 卻因為迷上海洛英敗光家產 入獄20多年 出獄後也被趕出家門 連他兒子的婚禮 他都無法進場參加 但他戒不掉毒飲 只能到處借錢 還挺而走險搶劫 真的是毒害一生 警方也依照搶奪罪送辦 TVBS新聞顧手商孫家軍 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